今天呢我们分享点关于法师面包的一些知识 那很多人有人在问我就是面包 为什么不会爆刀头 为什么没有膨胀力 为什么没有气 今天我们拿两个面包 一个是正常的 一个是没有出现的 爆口爆口走势的 那我们对比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合格面包 应该这个状态会比较好 那像这个面包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其实它也花了刀头 没有膨胀力 那是因为它在成型的时候 可能是面团 卷的时候太过硬立 把面筋破坏了 导致这个面包在成外星空 它发起来或它的膨胀力不够 划刀头也会膨胀开 所以我们在成型的时候 要注意面团 一定要很轻盈 因为法制面包没有油脂 没有糖分 没有别的润滑的菜单 所以它的面筋比较脆弱 所以我们在成型的时候 一定要轻一点 才让面包完整地呈现出 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样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 没有去破坏的面筋 所以它的面包 从一个状态就比较漂亮一些 那像这个呢 就是在成型的时候 就是破坏了面筋 因为太用力 或者挫得太长 就是因为把它输在一起 造成这个面包 最终比较好的时候 没有破坏了 其实划刀粉啊 它也会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它 主要的影响 就带成型的一个卷的松柄 都包括面筋的一个延展性 如果破坏了面筋 那就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膨胀力 我们看看走势 它的走势呢 就会出现就这样 这边是有气泡的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气泡 可能在成型的时候 可能面筋破坏了卷得太紧 那这个地方就是偏死面 就是没有很好的一个均匀的气泡 那我们看看这个面包啊 就是因为它在成型的时候 比较均匀 那最终它呈现的这个走势 气泡是比较漂亮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成型法式面包的时候 其实成型的手法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卷得太紧太粗 它都会遗养面包的一个阻值 包括面包的一个刀枯的爆发力